今天大盘最后下跌了26点 请各位先看一下这边的测标 王瞳手上三档个股 我都摆给你看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8月24号星期三 也许有很多人问我 这个盘怎么看都看不懂 对的 今天的盘你会看得懂才奇怪 因为今天的盘有一个周选的结算 那么我讲过很多遍 人家的计算是用大数据在计算 就是看市场上多空单的变化 只要你多单多 它就会开始打下来 只要你是空单多 它就开始拉上去 所以完全是看市场的反应 而不是以你看技术指标 以你看技术K线 不是完全错误 那今天王瞳解盘前先给各位看一则很重要的讯息 这一则新闻是台湾本身的新闻 那我现在要顺道讲一下 你看王瞳的节目 王瞳一定会讲新闻的解读 而新闻的解读呢 一定会把它解读得很正确给各位听 而不是一天大晚都是照本宣科 看人家怎么讲 我们都怎么跟他讲 还有生息啦 生息啦 通膨啦 通膨啦 对不对 那些没有用的嘛 完全是错误的嘛 所以现在王瞳给你看这些新闻 请你仔细的看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重大突破 那肯定说 半导体的技术 再突破 清大团队研发新材质 助攻护国神山 我讲清大团队啊 清大 这个学校大家可以不用怀疑它的程度 他们的教授也好 老师也好 但是其他学校的老师教授也是有很棒的啦 不是说是没有啦 所以我说要整体的提升 整体的提升 所以我们在以前都会讲台清交 但是现在呢 台清交已经会被取代了 被谁呢 被陈大取代了 所以我是讲现在的情况啊 不是说在贬义任何一个学校 这些学校的学生呢 这些学校的教授老师们呢 都是很棒的 那今天给你看这个新闻 来看清楚啊 这个 台北的报道 台湾半导体研发再突破 看到没有 运算能力突破五个世代 总计提升十倍 我运算能力突破了 代表什么 我运算的速度变快了 因为台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在人家的手上 我们现在台湾也是一样朝量子电脑的方向在研发 这现在告诉你了 好了 清华大学电机系继光电副所 光电所副教授刘昌华这个人 物理系教授郑洪太 电机系教授 电子所的特聘教授邱博文团队 也成功开发出 看清楚啊 仅有三个原子大小 三个原子大小 仅0.6奈米大的二维材料机体电路核心 0.6奈米大的二维材料机体核心 该核心运算了 运作新颖的二维成状磁性材料 就这个F1 3 G1 T1 这个东西什么我也不清楚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看它的内容 内容不需要看得很仔细的 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看下面一个 这个呢 而该结构包含新颖的二维层磁性材料 只有三个原子大小的厚度 三个原子大小厚度的二维绝缘体构成 磁穿碎电机 突破过去只用光操控该材质的困境 好喽 你看到了没有 都看到了 我们现在稍微聊一聊 如果是你以前读过国中物理化学的都知道一件事 一木耳 一木耳 不管你在一木耳什么 都是啊 一木耳就是有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个原子 对不对 那么再讲到光的时候也会给你提到 光本身就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叫光是粒子缩 一种是光是波动缩 后来呢提升到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看到都运用到的 好 这是理论了 这些东西了 我们现在不讲它 但是从这里面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它打破光的限制了 所以以后IC设计半导体会超过光 这就是重点告诉你了 那今天我们也看盘面上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你看看5274 我给你看一下5274叫信华 看清楚啊 信华今天上2000了 最高的涨停了 上2000了 2050了 收盘是1980了 你看看3008大力光 收盘是1900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盘面上的古王是谁 信华 那么信华是什么 IC设计 大力光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 做镜头的光学镜头 你现在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吧 IC设计还是强过光学的镜头 我重点是要告诉你们这句话 我不是要你去研究里面什么波动了 粒子了 研究都没有用的了 对不对 你的重点是要能够用 用才是最经济最实惠最有价值的东西 好了 今天给我讲了这个啊 讲这个例子啊 来看着看 解盘了啊 8月23日礼拜啊 我说整场都在压全之骨 昨天 昨天啊 那么昨天第一天呢 15086虽然是有跌破 没有啊 今天有跌破 没有关系的啊 昨天礼拜啊 我直接告诉你乌龙利空天宋大礼 乌龙利空天宋大礼 还不相信啊 还在讲啊 美国升级啦 那美国升级不知道讲多少遍呢 我真的很拜托 我们台湾的一些投资人啊 你那脑袋清楚一点 对不对 有时候 利多利空的解读 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而不是说一定是什么 不对的 一定是什么 就一个情况 今天发生核子战争了 那是绝对利空 地球分两半了 绝对利空 都好了嘛 那是什么都不用谈了嘛 对 那剩下的要你去判断嘛 而不是一段照本宣科 所以王同常讲 我最看不起 就是那些照本宣科的 还有通膨啦 还有升级啦 升级你那么怕 所以我在昨天节目里面也讲过了 通膨也好 升级也好 都是人家黑手的一个手段 他刻意放纵利空 然后把股市打下来 把什么打下来 他下面捞 捞够了以后 他开始放利多 哎呀不升级啦 没有通膨了 又上去了 所以最可怜的是谁 最可怜就是全球的投资人 每天被耍都玩 你要如何突破这个困境 只有一条路 跟上王同脚步 你就突破困境了 你听别人的没有用嘛 好了 现在开始来看 今天盘序 看清楚哦 9点22分 大盘以上上 16点开出 今天呢 我说开盘点就是最低点 今天盘是小高盘开出后 会扶摇直上 高点会冲过15180点 我9点22分发的哦 你看一下今天高点 高点初天9点25分哦 好了 初天在15183 15183 看到没有 好再看啊 然后小回后再上 很快会站上1530点 那我没有讲今天啊 就是最近 今天会收红 结果今天尾盘的收黑 下跌26点 盘中压回时即可进 不要担心 今天收黑 就刚好尾盘是 你看这个啊 当充客的杰作 也是刚好的修理周选的 强短的能杰作 接得清楚了啊 清楚了就可以 不要害怕了 王同常讲嘛 你有了这个盘序 你就可以知道 你自己要赚多少钱 自己心里面就有谱了嘛 对不对 对了 好了 再看 昨天我还跟你讲过2330 还记得吗 我说2330 昨天告诉你是买点 今天跌一块钱 今天告诉你也是买点 为什么 没有量了 没有量了 看到没有 没有量代表没有人要卖了 没有人要卖了 他就是下不去了 所以台积电明天就会涨了 台积电明天就会涨了 那大盘会涨会跌 顺便讲到这个 我就告诉你好了 大盘明天会吃回今天的跌幅 加本 加利还给你 连本代利还给你 这样够了吧 所以我说今天盘叫什么 叫洗盘兼幼空 是进货盘 进货盘 看到了 好 看到了 看到以后 我们开始看今天王统的一些 这个 再讲大盘 大盘 我告诉你 今天是万五首吻 先看15300 现在从这里开始上去 先看15300 15300看到以后就看到16000 好 这都没有问题的 都讲给你的 再来呢 就请你看我们今天操作 我今天讲操作前呢 我先跟各位回复一下 过去的讲的过程 过去我师父告诉过你 有2388 微圣 还有6118 剑达 那我们剑达讲真的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都还有一半在手上 那剑达这两天有下来 你会注意到剑达下来都没有亮了 没有亮了 看到没有啊 没有亮了 看到没有 可见的没有出货迹象 不要担心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也曾经跟你讲过 我现在直接再讲一遍啊 6118 讲清楚一点 我们买剑达就买在这里啊 就买在这里啊 我讲清楚一点啊 到这里有没有100%的幅度 有啊 那么我们再讲回来 王同也曾经告诉各位 我们有剑达第二 有剑达第三 我稍微帮各位复习一下 你看一下3520 华银 华银就是我们的剑达第二 你看看他怎么涨的 你自己看看他怎么涨的 看到了没有 好 再看另外两个股 叫4931 新胜利 你看看他这是我们剑达第三 你看看新胜利怎么涨的 看到没有 那我看到了 都看到了 王同常讲 你们要的是要未来会上涨的个股 而不是现在已经涨的个股 好了 现在呢 你就开始要讲 来看看这个旁边的色标 第一个 泰博4736 看到没 稳不稳啊 很稳啊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他来昨天顶多是有一点点调节 一点点调节 他心里开始上去了 因为泰博太稳了 再看另外一档个股 我叫6213 连贸 连贸稳不稳啊 连贸也很稳啊 你看看是不是很稳啊 非常稳啊 根本下不来 因为今天早上出来个消息 连贸要实施库长股 买进一万张 这是第二次实施库长股 因为连贸本身的价位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公司派都会去实施库长股 再来呢 你就看另外一档个股 叫大众控3701 我昨天那是大概给你提一提 没有给你点的讲清楚 那你看一下大众控先涨停板 昨天我讲称用电子的时候 我就曾经告诉各位 我从3552同志开始帮你做分析 讲了四档 那么我就讲说 我们有一档称用电子就是买进了 哪一档就是大众控 来看清楚啊 恭贺各位 3701大众控掌停板 昨天盘下买进 目前是获利中 持股先续报 看到了啊 好看到了 请看看 8月23号昨天礼拜 下跌0.15 今天介入48到48块 就是带 我这个都讲昨天了 就讲昨天 因为今天24号 是讲昨天 昨天我买的48到48点 买完以后有被套 套个一两毛两三毛 有什么关系啊 今天呢 8月22 礼拜三 今天呢 涨停板 涨停板 创新高 再告诉你 还会涨 够不够啊 你要的就像未来会上涨的个股嘛 你每天看到他涨停 然后就追 请问 明天会涨会跌 你都不知道 你还敢去追 王总讲话 都很实在的告诉你 那么3701 大中共到底做什么 因为他成功打入了汽车电子零组件 所以他本身也是有车用题材 这样子应该很够了 好 今天就帮你讲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